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在昨天6月14号 709案的王全璋律师的辩护律师 陈海 于文生 前往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王全璋 不过仍然遭到了阻挠 而且看守所的警方还表示 天津律协已经帮王全璋聘请了两位律师 与此同时同样设709案的江天勇律师的家属也被告知 江天勇已经解聘了家属为他所聘请的律师 而且目前同样的也有两名官派律师介入了案件 官派律师是否已经成为709案的一个标配了呢 有关的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 请于文生律师来谈谈他的看法 于律师您好 您好 是 我们知道实际上有一些媒体已经报道了 不过或许我们的观众听众还不了解 简单跟我们谈谈 昨天下午您与陈海律师一起要求去会见王全璋律师 这个过程看守所方面是怎么样表达的 是这样的 昨天下午我和陈海律师来到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当我们进到他的警卫时 这是我们第二次的聘请 以前都不当进 进到之后 他们就不让我们再往一走了 然后说得通知领导 他们来了一个叫刘志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领导 代表第二看守所和我们说 天津方面应该是天津律协 已经为王全璋指派了两个律师 只有他们解除我们才能回见 不是我们解除他 我们再去回见 所以后来他们不许我们这些 我们据理据法跟他们讲了半天 他没有用 他们依然没法拒绝我们回见 是那么于律师 你们有没有考虑 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举措 据我了解 好像也想要就天津律协 这个在没有通知家属 没有通知律师的情况下 就强力的指派官派律师 你们是否采取 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可能要采取 对天津市律协进行控告 同时要控告 那个就是天津的公典法司看守所 虽然我以前对 就我以前对天津市的公典法 还有那个看守所进行控告 没有什么 没有得到回复 但是我们还要进行控告 是 于律师我们知道 多次包括家属 还有您二位律师在内 都曾经要求 希望能够会见王全璋 那么但是呢 都遭到了当局的这个否决 那么刚刚您提到 这个看守所警察表示 新任的这个官派律师 已经会见了王全璋 他有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 对于官方的这样的说法 您认为可信吗 他们透露的信息 就是这个官派律师见了王全璋 这件事可能官派律师见了王全璋 这个很有可能 因为他们想见的话 随时可以见 不需要任何授权 通过公典法 看守所就可以 我想他们透露的信息 有可能官派律师见了王全璋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核实 是 但是当局不让你们 来会见王全璋 您认为主要的原因和理由 又是什么呢 可能的情况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按 当局的指挥棒 去该怎么辩护 怎么辩护 就是按他们的要求去辩护 我们肯定要对王全璋 做无罪辩护 他们是不允许的 他们实际上 要逼着当事人去认罪 而且他们辩护律师 要配合官方 去配合官方指控 所以王全璋有罪 做有罪辩护 而我们不会的 我们只会对王全璋 做无罪辩护 所以他们不能让我们 去会见王全璋 给王全璋辩护 是 于律师 最后我们也想谈一谈 这个刚刚我们在 这个介绍的时候 也谈到了 包括这个王全璋律师 那么姜天勇律师 今天我们也听到最新消息 就是官方也已经指派了 两位官派律师 给姜天勇律师 很多人说官派律师 是不是已经成了 709案的一个标配了 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在协助处理 这些维权律师的案件当中 本身就已经困难重重 那么如果当局 再以官派律师 来堵住你们这个会见 或者是进一步 采取行动的这条道路 是不是添增了更多的困难呢 是的 实际上现在官派律师 已经有709案的标配 几乎所有的涉及 709案的一些公民和律师 都被指定了当局的 那个就是 举弹护律师徒势的无干 可能无干在这方面 可能做出了一种坚持 当局实在是突破了 无干的最后一样环境 但是我能理解 在那个开招所的日子里头 我也在这里待过 很多人很难记得住 这样的折磨 从目前来所知道 所有出来的人都痛出 他们被酷刑或 变强酷刑或吃药 在这种情况下 官派律师曾经 我们也能知道 这个是背后的原因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王全璋的辩护律师 余文生 余律师 感谢您 抽空接受美国经营的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